好, 歡迎收看D59日報 我是記者西西 不是你, 今天是我 我們做黃金客圈 是嗎 你別來黏著 這個萬事居食 他就在利安街市裡的一個黃店 看看老闆有什麼跟我們說 你好, Anna 你好… 你好, 方便說一會嗎 方便… 每個人員來吃東西都是免費的 因為他們用生命幫助我們去救人 所以很歡迎所有醫護人員來吃東西 黃金心會圈沙集 下星期和大家見面, 密切留意 天天天南 主持 謝義芳 宋景輝 天天天榮 張三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在開始之前 再提提 看完我的節目 記得… 痴能線 不是啊, 記得要 Like 就痴能線 你真的不懂的 又痴能線 我不會說粗口的嘛 CLS 痴能線 痴能線 你引我可以說到, 但你引不到張三說的 我沒有引他講的 我們引他講的, 他不肯說 我沒有引他講的, 我沒有說我痴能線 是不是啊 L就是 Like S是 Share 你再說一次 C是 Comment 所以簡稱叫, 痴能線 簡單的, 大家記住痴能線 你叫他講的, 他不肯說的 他不肯說的 我是張三 幾帶都不能說 痴能線 這個能量連線 就叫痴能線 記得要 Like And Share 好了, 我們講完台灣的人的想法 我們就看看香港的所謂的學生 香港人 有一個在台灣讀書的香港學生 叫做鍾景泉 他說韓國兒比我們香港人的形象很差 那時候, 韓國瑜市政府 他們在這邊知道之後 要求那個反送中 在中山大學的一個連儂牆 是, 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就說, 知道之後 要求我們兩天之內 就要把整個學校撐香港的連儂牆還原 不到半年時間 也要辦一個香港村 所以他就是前後不一 到他繼續 在反送中方面 他親送中 事件完了之後 現在想吃香港人 又辦一個香港 又要整個香港村 想扣留香港人 這件事其實我們是 我們已經講過了 中山大學 高雄的中山大學 就有一個連儂牆 市政府的確要他兩天之內 是清空了 第一, 這個是原先的協定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到什麼時候 這段時間可以給你用 那時間夠了 那就要清空了 好了, 那另外一樣 原來呢 我今天再看到資料 原來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已經解釋過了 他說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建築物 就是受到保育的 受到文化資產法規範 即是說這一個 這條大法例來的 無論哪一個市政府 裡面那些什麼文化 都要受制在這條文化遺產的規例裡面 他說, 如果有損壞 市府會遭受懲處 三十萬到二百萬的罰款 所以牆上面呢 被噴漆 已經破壞了歷史的建築 好了 那我又想問 即是如果你是貼一些色卡上去 你不是破壞了牆的話 那我相信市政府都可以跟你說 那這個大家都是很雙重標準 或者多重標準 或者可以說一個標準 總之南政府是不行的 那這個隧道本身是一個隧道來的 那通過隧道就先進去中山大學 那這個隧道來講是一個文物來的 一個是受保護 古蹟來的 那我記得就在去年 即是在大概六七月左右 那同樣有人在西門町紅樓 有人貼了一個支持反送中的標語 貼在紅牆外面 立刻有人罵 那裏是鼓跡來的 你不可以貼的 然後大家都罵 你不要這樣貼 不應該這樣貼 即是香港社運界 你這樣沒有理由貼在別人的鼓跡上的 為什麼在西門町紅樓 你懂得分這個古蹟 你不可以這樣做 去到高雄中山大學的隧道 你不懂得這樣做 大學是言論自由 不好意思 那裏是入大學的水平 那裏是經過他才去到大學 不是大學裏面的 大學有權 大學有管理權 但是在這裏有一個問題 這個學生會出名義借的 申請的 有一個期限 這個期限滿了 依法 依例 無限上綱 就是每個人都認識的 但是 都是有一班人會相信的 總之你高雄市政府 又是混蛋 包括這個中同學一樣 他自己本身在中山大學讀的 他不知道那條隧道是一個古蹟 我現在覺得很離奇 就是看眼前 就是剛才我說的 我們大學有言論自由的 不是 你知是否有固跡 第二 你學生會申請的 我又沒有學生會 還有你是噴漆在上面 你說一件事情來的 噴漆領的一件事來的 他這個在那個牆上都有噴 噴漆領的一件事來的 那學生會即時都知道有問題的 都承認了 那是清除了的 所以就變成有些東西是可 就是你不可以說 我反送中大了 那反送中殺人就可以了 就是不可以去到這樣極端 還有你是不是藍綠有避先 就是藍不行 綠就行 就是綠營做任何事情 就是就算打壓 都是合理的 藍營是完全不行的 我相信這位中同學 在去年西門町紅樓外面 貼這個反送中的標語 當時很多人反對 我相信那位中同學都是反對 也是一樣 我估計你 我們香港人不要做壞 不要做壞 那個名字 為什麼落到高雄 是不是因為那個市長 韓國瑜 你可以做壞香港人的名字 是不是呢 各位社會界 自己去想一想 總之韓國瑜提出就是不對 香港村 由其他陸營的市長提出就是對的 好辦辦 幫我們吸引外資 吸引外資 我們香港人就是 吸引香港人來這幾條村 我們吸引到外資 又援助到 中標 非常好的 可以援助到我們在香港很多受迫害的家庭 是的 但是 南營 尤其是韓國瑜 又中標 又洗這個親中形象 什麼舊都可以的 總之你屈就是屈 不要緊 我想問問 現在還是陸營執政的縣市 還有幾個 台南 可能去台南 台南提出有個香港村 可能可以 還有桃園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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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桃園真的有 如果說這麼多省 就是縣市來講 桃園真的可以做一個香港村 很多香港人 因為第一是香港人 第二是近機場 近機場 九十分鐘回到家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住近機場 機場通常都是 走得快 機場都是比較偏遠的地區 以前是 因為香港人 各個國際官比較大些 經常會飛來飛去 現在這樣就不如高雄就近 台中近 所以韓國瑜 韓國瑜其中一個論點就是 九十分鐘可以回到家 如果你回到香港 即是近機場回到香港 九十分鐘就搞定了 是 其中一個賣點都是這樣賣 兩文三語 我又有英文又有中文 是 其實兩文三語 這個比較少人批評 因為教育部 都開始在研究兩文三語 所以 亦都開始在找試點 所以 他說兩文三語 就沒有人敢出聲了 因為教育部已經在著手進行 雙語教育 沒有三語 雙語教育 有的 當他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直有人笑他 是 最初提出來就有人笑他 你學英文 即是國際語言 沒得笑 是不是 現在教育部自己都提出 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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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找點去試 所以笑一笑就沒有得笑 但是 當日笑韓國瑜那幫人 不知道去哪裡 打不打 就收了聲 總之韓國瑜做就是 香港村這個構想是很好的 大家是反對 反對香港村 反對韓國瑜這個人 究竟是高雄 如果整個香港村 是很難生活的 這個香港村很難去經營下去的 那就是說 韓國瑜提出香港村 大家是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笑他 總之就是笑他 還有一件事 就是監管香港人 就是集中人 喂 你投資移民 其實不是說你高雄市政府 立了就立了這幫人 香港人 申請的時候 自己去 我選住在哪一處 還有審批權在哪 投資移民審批權 在中央不是在地方政府 即是你那幫人 有一個叫做投資審財處 移民處 移民處 是呀 是呀 你是中央的權 只不過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吸引多些人來 即是投資移民 只不過韓國瑜提出 你要投資移民來台灣 不如來高雄 你反正去台灣投資 我高雄做得多些優惠的 或者那個環境創造得 給你投資 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你小孩子讀書 商譽教學 好像在香港這樣 傳統上來講 台北就是第一大道市 過往高雄第二 其實很多商貿活動都是高雄有的 反而台中以前是死固固的 當然現在 城市規模來講 台中市已經是跨越了高雄 但是你講國際貿易來說 高雄依然是有他的優勢 一直以來高雄都叫做第二大城市 現在台中過頭 現在台中過頭了 台中過頭 以前我們還停留在什麼中港的年代 哈哈哈哈 好 高雄的話題就到此了 是呀 我們講一下這個拔館案 拔館 管中文 華佑 就是這個台大校長 上任了都一年多了 是呀 換了三個 就是一本換三部長 因為想拔除這個 管中文不讓他當台大校長 三個教育部長先下馬 換馬 但是呢 就算今天管中文上任了一年多 就是民進黨仍然死心不惜 都還要做他世界 是呀 在他就任的時候 其實呢 就發動了在監察院 就談一下這個管中文 就說他呢 當日在聯合部 就寫 在蘋果有寫稿 有收錢 這樣不對的 這樣 好了 到了九月 他剛剛上去沒多久 就監察院做了一個談 九月呢 就做了一句 叫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新界他 這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只有兩件事去做 第一 就是新界 第二就是撤職 新界也很厲害 新界也很厲害 這樣就不對了 你下次不要了 就是等於我們訓職 先遇警告 警告你 因為他做校長 拍攝最高 通常在訓職 就是你在搜索裡 就扔黑豬仔 你下次不要了 就是 因為工程會又沒有 那個案情去到嚴重 要撤職 但是他的氣又不順 我總之拔他來 我都 你豬仔也很壞 我豬仔也做不到事 說兩句 下下我的氣都好 你升職 我去看你這個 他都到大學校長 還升什麼 就是給你一刻豬 好了 接著就 最近 國立成功大學 不是的這個 那或者我們看一看一張圖先 那在上個星期 各間大學 各立大學 都收到 一份這樣的工函 那這個呢 我們拿了一個 是台成大的工函 那其實這個呢 每間大學都有的 每間國立大學 都有的 就是教育部法的 是的 那他就主指 國內外出版社所發行之期刊 含學術期刊 除法令令有規定外公務員 含本後兼行政職務教師 不得兼任編輯相關職務 余總編輯副主編 編輯委員 編輯顧問 好 這一個就問題出來了 那這個通涵一出來 全國大學 即是挖然 那其實不止這個國立大學 那其實私立大學都覺得奇怪 這個受影響的是什麼呢 好了 好了 回來了 好了 那因為呢 剛才說的管中文 就是有寫文章 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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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務員 你不可以兼職 不可以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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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聲明 你不可以做這些編輯的工作 簡單說 這條就叫管中文條款 對 問題出來了 有什麼問題呢 老師是否公務人員 私校一定不是 老師是否公務人員 老師都算是公務人員 軍工交 在台灣分開系統 軍工交 兼行政職務 就是 在大學裡面 兼行政職務 大學教授 不是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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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兼行政職的 例如什麼 系主任 所長 院長 校長 什麼長 那些 這些就是兼行政職 講師都不算 不算 那是教師體系 教師不算 你兼任這些職務 才算 留意 一位教授 做院長 所長是兼任的 他本身是兼任性質 沒有專任一個院長 我就不教書 沒有這件事 好了 最大的問題 你發這個公銜的人 你知不知道學界的情況 這個學界是指大學裡面 不是指中小學 那 那 有些教授說 喂 潘部長 你好像應該不太熟高教 為什麼會出這句呢 為什麼會出這句呢 因為我們潘部長 潘部長 是國小老師出身的 因為國小就是小學 在台灣呢 小學都是叫國民小學 即是 小學 小學都是國民小學 即是公家的 所以我們簡稱國小學 初中稱為國中 是的 郭小出身的老師 出身的教部長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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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即是明寸你 即是明寸他 是的 那些教授就在那裡寸 他不喜歡別人看這件事 好了 問題在哪裡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公銜 就知道 法醫公銜的人 是不熟悉大學的運作 也不知道 所謂期刊主編編輯委員 在學界的重要性 或者去做些什麼 那他可能就是 你出版社的編輯 我出版社 我出教科書那些 你做那些期刊的編輯 是不是應該都是這件事 編輯 總編輯 你都是在外面做兼差 掠水 找秘魯華想 不行 好了 但是 這個條例本來是針對公務員的 嗯 但是現在呢 搞到一些大學教授 因為很多這些科 就是這些學術性的期刊 其實去編輯啊 總編輯啊 這些職務呢 都會邀請一些學界裡面 學術界裡面 是有明星的人去做的 通常這些都是在大學裡面的教授 簡單來說 就是有些相關的期刊 比如說探討 醫學的 這陣子大家聽到刺針 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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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葉刀這些 醫學的期刊 是的 他們的編輯 不容易進去 是不是 那些台灣 因為大家未必認識的 如果這些期刊 邀請你 這個台大醫學系裡面的那些人去 就是那些港司去做 這個編輯顧問 那你行不行呢 如果他能夠做到柳葉刀 或者這個刺針 嘩 你簡直是身價十倍 就一樣的 你最奇怪的 你教育部規定 教授兼這些 評鑑 每年大學老師都有評鑑 那你的升等 都是靠去的 你講師升等 這個 這個 你做這個期刊的 編輯顧問這些 這些職務 原來又是去評鑑 加分的 其中一項來的 一項來的 是的 因為 有些 不是 因為很多 很多的學者 每年都要做一些 論文的發表 是 那些論文 又會丟上一些 他們自己 相關行業的 一些雜誌 旗刊 如果你好的 有些奇刊 覺得 這位老友 很勤力 我們希望延攬他 來做我們 這本雜誌 旗刊的編輯 或者主編 諸如此類 一些相關的職位 其實是與有榮言的 大家不要亂說 編輯就是 我們怎樣排版 怎樣排版 不是 編輯是 取寫稿件 投稿 什麼投稿 投籃那個 取寫過件 謝公那篇 可以不可以 我看內容 喂 你的數據不對 不行 大家開會 那些數據不行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這些 這些又可以不可以 如果照他這樣說 這個 丟下來給所有大專院校的規定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通常 你就扼殺了學術界的事由 還有 如果這樣的時候 在台灣的學術界 少了很多人 在這些期刊上面 有個影響力 因為通常 要介紹一下 因為通常這些專業的期刊 或者是報道 通常都有一個編輯委員會 這些編輯委員會 通常都是業內有權威的人士 去組成 當然 那如果這些人 如果沒有自己人的話 同樣 就是說同樣 宋主委那篇論文很出色 謝公那篇又很出色 但我今期我知道 要取捨一篇 要取捨 要取捨 宋主委 挺好的 謝公還有機會 還年輕 下一輪先 還有他那個單位裏面 我們編輯委員會 有 有人在 現在最重 如果你建一個編輯委員會 謝公那 你什麼都沒有人認識 雖然編輯得很好 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得失他就不要緊 這個如果是說 我們台灣學術界 沒有人建 有名望的 沒有名望做不到這些位置 沒有人建裡面的話 其實影響到整個台灣學術界 這個影響很重要 好了 跟著 全國教授歪言 跟著教學部 就知衰 補了一個 補了一個文 補了一個文 補了一個公銜 好 我們看看第二個圖 好了 第一個 公門上非不得已為之 前面有一句 非牟利團體所凡之各類企項 這個就是針對 針對 剛才我們講的那些教授 那些學術期刊 什麼雜誌 學術期刊 好了 這些是編輯人職務或該 編輯工作屬服務法 第十四條之三 所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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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 研究工作 報警 報警這個 義務機關 是的 這樣就可以做的 好了 第一個問題 是非營利團體 好了 我們很多期刊 其實 是沒有辦法 是將它劃分為非牟利團體 非營利 OK 是的 那你怎麼辦呢 刺針出版 要不要買回來 會不會錢買 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那算不牟利呢 是的 那這個呢 我們還有一個 不只影響一個 我們每間學校 大學 我們有出論文 小英都出過那邊論文 那找在哪裡呢 那些論文都會發行的 好了 你發行的話 我們都有編輯委員 或者這些學校的出版社 好了 那 就 那 這些這樣的機構 我們 出版社都會找些外審 有外審機構 機制 不是說我們自己學校 我們自己的出版社 就出就可以了 我要找外面的專家來 評審 不要像阿謝功剛才說 我自己堂水滾堂魚 我們自己說 我要請外面 找宋主委 不同我們單位的 宋主委 麻煩你們幫幫忙 評一下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學術界裡面 其實很多都有 不用思想授受 你 碩士論文 或者博士論文 你都要除了本校的指導師之外 你還要請外校的老師 教授來 做一個評審 即是口試 你去評論文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才通過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情況下 他有沒有一個是 即是說 產生到一個收入的來源 會馬費會給的 一定要 是不是 如果你收到這些 這樣的報酬 好了 那會不會抵觸這張 這張東西呢 那他不是說 叫你報請這個業務機關去嗎 報酬 是說是認可要刑理 就是認可要刑理 就是認可要刑理 擺明 就是研明 就是收到很籌 是的 那麼你如何去 什麼 我出版社 我出學術期刊 收錢的 是哦 我一般的公司 這樣的做法 全世界很多 都是這樣做法 那你是否不用做 我再報 也不用報 因為已經是 已經是不化標準 已經不化標準 好了 好了,有教授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找龔獨身就算了 你不要找教授了,找龔獨身就算了 其實他只是一刀兩刃而已 老實說,管中文是否你第一個在報章上寫社論也好,寫文章也好 管中文不是第一個 你錄言裡面也很多這些,不過就沒有人去揭發 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定有的 管中文,所以你弄一條管中文的條款是沒有意義的 譬如其他教授,我是不是不可以投稿 我投稿就不收稿費的,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當然他就說,你有新建範證職的,好了 有問題,我大陸校長,我發表寫稿 或者武校校長,我們一個院長或是主任 我就不可以發表文章了,我不可以投稿了 是不是,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我只要投稿,一定要你上頭批准 那變成,鉗證了學術的言論自由 好了,那我們這個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在台灣學術界發表少了文章 是整個學術界損失,是整個學術高教界的損失來的 好,那一個就是,有人就說了,我們學術界最高榮的是什麼 駱貝爾獎 哇,駱貝爾獎金多少 一百萬 美金 六百萬,就是六百萬美金 沒有一百萬美金 不是,都在說是美金,數以百萬計 一百萬美金 哇,這樣不能拿 拿回來捐給小英政府 什麼,不行了 你拿回來,你不可以拿 你沒有拿給我,轉贈 你用我的名字轉贈給我 都不行 都不行 你這個駱貝爾獎是有回報,有報酬的 你駱貝爾獎都不可以拿了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除非我不兼,我不做行政職,我純粹是教授 可以,剛才那個就是教授 可以,就是你升級行政職就變成公務員身份 這個是一個,是非常之是 真是一個是混帳的一個條款 台灣政壇的有個笑話 我們下一次休息一會 好